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我們的下午的分享 呃 陳怡師兄 來 好不好 我們先歡迎陳怡師兄 他跟我們分享的這個部分呢 是我們賽文直戰會這邊現在架設網站的進度 跟做的一個方式 現在請他來跟大家說明 來 師父 主任 師兄 各位師傑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今天我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最近護身啊 還有當慈善會啊 我們在做哪一些事情 跟大家簡單的分享一下 首先第一個是 呃 因為 各位知道我在那個 目前 去年9月的時候在做 呃 學生 就是到巴古文理學院去開始學習社會企業 那其中有個很重要的關鍵字就是我們的社會影響力 那我嘗試著將 師父給我們的指導 以及我們在 呃 每月固定的仿視的過程中呢 還有各位師兄 師姐們 一直持續的不斷在推動這個整體的善的力量 究竟為我們台灣的社會帶來什麼樣子的影響力 去做一些研究跟探索 那這是我在研究所的訓練跟思考的議題 那其中 左邊的第二項就是社會影響力的SROI ROI就是我們講的投資報酬率 但是S呢代表的是社會的這個 呃 投資的這個報酬率 但是他講的是什麼 是我們的 每一位師兄 師姐們的改變的 呃 理論 究竟在我們生命中 有了什麼樣子的改變 以及我們對這個社會 善源戶帶來的哪一些改變 那我嘗試著用 呃 學術呢 以及我們呃 呃 整個教授啊 很多的教授 以及同學們給我們的一些指導 那一起來探索這個內容 其中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 呃 呃 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呃 我們在上個月的仿視 有帶兩個同學一起去參與 因為法國山現在對我們這個整個所有 慈善會的運作 他們也很有興趣 所以同學跟我們一起去仿視的時候 他們很踴躍 那我們上個月剛好第一次仿視 也是三重的一個阿嬤 這個阿嬤呢 呃 就是87歲 就躺在那個床上 那我們 躺在床上 我們其實剛去的時候那個阿嬤 突然跟我們說 說了一句話 你是誰啊 我們不曉得她是她 因為阿嬤看沒什麼 她就發現說 我們到底是誰 是不是有沒有侵犯到她的領域 結果我就蹲的低低的這樣子跟阿嬤說 阿嬤 我們是萬佛寺啊 我們代表法師喔 來幫你照顧 傳一些東西來給你看 結果那個阿嬤說 喔 真的喔 哇 真的很好啊 她就完全不同的思維 就希望我們去幫助她 而這個過程呢 整個仿視結束之後 我讓兩個同學出來跟我們說一句話 她說 因為他們已經都快60歲 60歲 她說 Roger 我覺得我家裡的媽媽 我好像都沒有去關心她 我自己的阿嬤我就沒有這樣去顧 去關心 我是不是應該要多珍惜一下我的媽媽跟家人 她還這麼的健康嗎 那我們這個月去仿視 那個阿嬤已經送到醫院區了 我們沒有辦法去仿視了 所以她真的是一個很重要 那這些同學他們跟我們一起去仿視說 才發現原來我們默默做的事情 其實是有很大的社會影響力 那這是我們在做盤點的 大體上呢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寫這個論文不是在為我自己寫 而是在為各位師兄師姐 還有師父們 以及社會局 就是主任們 一起會寫的 那跟各位報告一下 以後如果發問卷到各位手上 幫我填一下 對 因為這個很重要 非常重要 在學術的系統上 體系上 我們需要盡一點點力量 讓大家知道 對 包括法古山的 或是國光法師阿 還有我們的校長阿 等等 換我用的那隻好了 換一隻好了 那我們的論文的內容是什麼 是用社會投資的這一個報酬跟改變理論 以及我們社會心理學其中有提到一個社會支持等等的相關來論述我們十三位的每一個生命的內容 跟社會影故事跟社會影響力 這是我們現在要做的 也因為去受了這個教育 並且來重新盤點並反思之後發現 故生其實不是一個公司 它也不僅僅只是一個可能的社會企業或者是非營利組織 那也因為如此呢 我們重新開始幫慈善會做一些事情 就是我們去去跟微軟講 說我們是慈善會 我們台灣有一個法師做了這個慈善會做官 目前為止我們所有得到的東西 一年可能都要超過可能大概15萬到20萬的贊助 通通都不用錢 也就是說接下來我們做的這些所有的規劃 都是這些單位幫我們做的事情 就是都像Office我們有50套不用錢 我們的Google的系統也不用錢 Adobe的非營利組織方案也不用錢 甚至網站是一個瑞士現在全球非常厲害的一個公司 他也非常認同我們師父的慈善會的運作 結果他就說回了大概一個禮拜的信之後跟我說 他們很非常關心我們的動態 願意支持我們一年不用錢 所以這個其實是開始轉變這個想法之後呢 帶來很多很多善的這個因緣 那這是我們還有做一件事情 就是開始將我們的慈善會的行政辦公室 專線電話小編等等等等就開始連結起來 另外我們現在總共有四個就是縣市 這些社會群我們現在把這些所有的資訊全部同步進來 那把我們的慈善會的教育資料庫 開始做建置並且更新 而且非常簡單 等一下可以讓大家使用看看 那還有我們的Line跟FB現在開始全部都同步進來了 這是我們新版的網站 Logo會在左上角有橘色的漸層的背景 跟深情侶一樣 所以他就會跟以前有點不同 比較年輕、比較活潑、比較有能量 那內容大概就是主題就是剛剛師傅有提到的這五個重點 接下來是請大家麻煩拿出你的手機 Line 掃一下上面的QR Code 用Line就好了 未來各位用Line就可以直接取得所有你想要去關懷的這些 打開你的Line 打開Line 掃瞄一下 掃瞄一下 你就加入我們的Line會員 這裡也有 這裡 左邊 掃了這樣嗎 用Line Line有一個功能就是掃瞄 Line有一個掃瞄功能 掃了嗎 掃了 掃了 進來了嗎 進來之後他會有一個功能 少完了我就下葉了喔 還沒 還沒 好 3 2 1 下葉了 下葉 請大家輸入一個關鍵字 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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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面呢 就只要打個字 把它送出去 對 打個字 已經打出去了 再打個字 對 打個字 指令 指令 指令呢 上面這些會出現很多關鍵字 例如說 我們要去仿視的要點 各位如果找了新的朋友進來加入會員 怎麼仿視 這邊會教我們 對 那你送出去就送出去 這個才除行而言 對 對 那這件事情很重要是什麼呢 是例如說 我們有很多的站員戶 身杖 他需要哪一些補助 我們這邊的資訊是把四個社會局的資料 全部同步進來 也就是說 不僅僅只有 新北市 台中 台南 或高雄 不只 我們利用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就是LINE的官方字號 通通不用錢 通通不用錢 我們就讓它變成我們的教育資料庫 跟大家全部同步 用科技的力量 瞬間 就把我們全部都同步進來 這上面看到的疾難紓困 貪商紓困 勞工紓困 等等的所有的資訊 每一天 我們的小編都會跟四個社會局全部同步 接下來請大家幫我測試一個 叫做生育補助 這四個字 關鍵字 幫我送出 看看它會出現什麼 如果跟上面的 是不是一樣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2020的生育補助 有什麼 我們可以馬上反視它 所以 假設各位輸入了 低收 幫我打個 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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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我們系統 剛剛才成立的 因為這個資料到時候還要跟主任 我們再同步一下 找一個可以跟我們同步的夥伴 這樣子 好 敬勞卡 這是另外一個關鍵字 大家可以在那邊自己玩 就是如果有一些臨時社會 所以我們關懷的社會對對象呢 它需要問我們一些問題 各位可以用這個關鍵字去檢索 我們的資料庫出來的結果 好 再來呢 可能 大家不好意思 因為看到LINE 就開始滑起它的訊息啦 對不對 所以你練功的 看這個看這個看這個 拜託一下拜託一下 不要再放手機 不要再生手機 拜託一下 拜託一下 完全差了 拜託一下 因為上面有點乾燥 大家都在生手機 都沒有人要聽話說回來 對 對 直接閃掉了 因為它很簡單 但是大家不用 我們來往上看一下 我們會做一件事情 就是呢 其實護身以後的官網 不再有官網 我們會以慈善會做官網 所以護身未來的 那個就會變成APP了 而裡面有個連結就是 各位 如果以後有看到很多的 義賣的 你們想要做的產品 想要義賣 我們全部都是捐給慈善會 那它的開始會有 日日護身的故事 還有很多像是右邊的 有機棉梯啦 購物袋啊 這些全部是義賣的 開始把各個 甚至有一些 我們知道有些商業公司 他自己所做的東西 我們都可以幫他義賣 給所有的志工們 一起認養 一起認購 那這個就是我們 護身應該要做的事情 以上 跟各位報告 感謝阿彌陀佛 感謝阿彌陀佛